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在人员帮忙推着车子撤离 中找瓦省因为潮汐引发大浪 冲回了三宝龙市附近的海堤 洪水淹到了2.1公尺高 这是当地数十年来最高的记录 有两千多人疏散 而在西找瓦省的茂雾县 大雨引发土石流 有四个人不幸罹难 法国中部则是雷电交加 天空降下了大冰雹 有300多间房屋受损 陡大的冰雹从天而降 民众拿起来的时候 这个冰雹大小跟手掌一样大 法国中部的沙托鲁市受灾最严重 房屋受损 车子被砸 还好没有传出人员伤亡 接着大爱新闻团队在波兰的特别报导 今天来到卢布林一起来感受这一份爱 帮助乌克兰难民其实不只有慈济和明爱会这两个组织 还有留学生在课余 抽空帮忙 另外我们也会看到一位14岁的少女 在乌克兰参加青少年歌唱大赛 她来到发放现场以歌声疗愈 卢布林 波兰东部最大城市 也因地理位置 这里成为许多乌克兰难民的安身处 如今这里也是安心处 则剂发放持续进行 在这里明爱会志工也热情相挺 他们设置一个小小的服务区 在里头提供了饮料以及热汤 提供给乌克兰的难民 而在我手中这一杯饮料 也是志工热心递上来的 战火线前不问身份 14岁的伊娃是乌克兰青少年歌唱大赛的明智之心 因为我喜欢唱歌 我喜欢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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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人们愉快 其实前一天母亲已经领了购物卡 这天是在带着女儿献唱 我有病毒 所以我们离开我们的国家 因为我可以有医療 医療和医療的帮助 所以我来到这里 在韩国上非常帮助我们的家庭 我听说是乌克兰人和乌克兰人 谢谢 谢谢 维克托利亚则是为年轻妈妈怀中宝贝 2月23日战争前一天出生 刚满三个月 我们正担心孩子好小 一国生活辛苦吧 她的回应正我们宽心 孩子是心头肉 这场发放 15台婴儿车都快成了儿童游乐场 或许有点吵 但看看她 口罩下笑容藏不住 因为我已经参加过蛮多次持续的活动 然后可能我对小孩 每次看到小孩都特别开心 然后很喜欢小孩这样 然后我看到他们就是 可能很多小孩都一个人 或者是只跟妈妈来都蛮 让我觉得蛮难过的 所以我希望在陪伴他们的时候 他们可以有一点在童年的时候特别的快乐 然后一些比较美好的回忆 两个小时的志工 然后就要马上赶快去上课 然后至少下了课之后 如果这边还没有结束的话 就会再回来 如果是周末比较大的场 就可能早上就要先起来念书 然后在这边坐完 下午坐完 然后回家要赶快念书 每天两场约300人的发放 就在这样温馨的氛围下 继续谱写爱的乐章 大爱新闻赖展文 任佳珍田志忠波兰报道 此际援助乌克兰难民的脚步 不论是跟国际的NGO组织合作 或者是您看到在波兰展开 购物卡和毛毯的发放 这些资讯哪都在 联合国人道协调组织的网站 被一一地记载 乌克兰难民躲避战火 临近国家波兰 成了战事的避风港 此际仅仅守护在旁 谢谢您 谢谢您 宋毛毯入战区 后前我们没有办法到战区去 我们透过他们接力使力 公钥帮助难民医疗 协助他们可以亲手及时遍布施 拥抱受伤的心 我爱你 苏吉 谢谢您 爱的足迹在波兰一步步展开 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网站 记载全球人道救援事迹 也看得到这份 慰藏全球刺激人的爱 我们可以加入 讓我們的實際人 可以接著很多摸索的時間 然後可以在當地 照顧更多的烏克蘭的難民 在國際舞台 向全世界傳遞美善訊息 也在時代的洪流中 見證大矮的力量 大矮新聞綜合報導 目前在國際上 還有一個疫情被關注 我們要看到的就是喉豆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數據 在非洲以外的地區 至少已經有15個國家出現了病例 最多是在英國 目前有57例 那麼探討感染的途徑 由於有90例 沒有野生動物的接觸史或旅遊史 所以醫界認為 應該要從人類的社交網路 去了解喉豆病毒 新的傳播途徑 一望僅限於非洲的喉豆疫情 最近開始在歐美等15國縣中 由於喉豆的致死率 介於1%到10% 而且這次的傳播途徑 也與過去大相徑庭 因此不僅世衛組織WHO 召開會議因應 英美各國領袖也出面呼籲 要民眾對喉豆疫情嚴加防範 英國是目前喉豆疫情爆發 通報感染數最多的國家 累計已有57名案例 歐洲地區還有法國 德國 義大利 葡萄牙 及比利時等11國 國境也已遭喉豆病毒入侵 此外 美加 澳洲 以色列 以及非洲的三個國家 病例數也突然激增 原本民眾擔心會不會又出現新的變種病毒 但專家分析 喉豆病毒變異的可能性非常低 加上目前案例只發生在20到50歲的男性 並且都曾在同性之間發生人與人的連結 因此專家研判 這波特殊的喉豆疫情 應可透過一般的公衛措施 防止疫情擴散 喉豆的輕症病患症狀類似水痘 但又比天花輕微 病人會發燒頭痛 全身酸痛 並開始在臉部出現皮疹 漸漸往全身蔓延 包括手足 甚至到生殖器官 喉豆早在1958年被發現 1970年後 居住在中非西非的民眾才開始染疫 以往的傳播途徑 多半是人類遭孽齒動物咬傷 或者接觸到野生動物的血液或體液 而當前疫情的傳播原因 醫療專家多指向 不安全的性接觸行為 它仍然是同樣的病毒 仍然是同樣的工具 只是它已經找到一種種類伴侶 所提供的傳播 在過去的一種種類伴侶 除了體液及遭病毒污染的床單 衣服等物品都有可能感染猴豆 不過目前全球的已知案例 多為症狀較輕的西非病毒株 感染後症狀持續14到21天 通常會自行痊癒 儘管如此美国以計劃投入1.2億美元 向丹麥生物技術公司采購天花疫苗 對預防猴豆也有效果 比利時則祭出全球第一道禁令 強制規定猴豆篩檢陽性者 必須隔離21天 希望藉此控制疫情 帶來新聞 吳歸正編譯 斯里蘭卡目前嚴重的經濟危機 威脅民眾生活 恐怕不在新冠疫情之下了 例如說政府沒有錢買藥 醫療用藥短缺 使得醫療系統瀕臨崩潰 還有學生要考試卻出不了門 因為沒有汽油可加 學生連考場都到不了的場景 出現在斯里蘭卡 教育部解決三月尾的缺職問題後 為期一週的升學考終於登場 50多萬名學生要趕赴考場 現在又因缺油問題 再次碰壁 升學考員定在每年12月進行 疫情和經濟危機攪局 考試一言再言 斯里蘭卡交通委員會表示 政府將部署巴士來運送考生 然而學生們的遭遇 只是冰山一角 更糟的是 救命藥物快要見底 多家醫院只能暫停常規手術 醫療系統搖搖欲墜 專家警告 這波危機恐怕比新冠疫情更致命 因為政府醫療 我們會依照政府的供應 所以有時候 甚至在現場的情況 會危險他們的生命 死罪會有的 斯里蘭卡約180種藥物短缺 包括抗癌藥 器官移植手術 所需等藥物 官員表示印度和日本將提供援助 但物資至少還得等上四個月才能到位 斯里蘭卡本想靠旅遊收入和茶葉出口 東山再起 不料遇上額物戰爭 欧美旅客大幅衰退 戰火還導致高通膨 打亂私國經濟復甦腳步 老百姓最終能否挺過種種危機 似乎還是個未知數 大海新聞落在近編譯 周大觀第24屆全球熱愛生命獎得主之一 葉美君他是音樂系碩士生 國中開始他就一邊抗癌一邊練琴 那麼音樂才華讓他也服慰了其他癌症患者 透過視訊在網路舉辦個人演奏會 很難想像27歲的葉美君 剛歷經化療跟骨髓移植 葉美君在國中罹患脊椎惡性腫瘤 長達十年的抗癌歷程 他邊做治療邊打工分擔父母 負擔還開了演奏會 不要放棄希望就不管怎麼樣 你都要一直往前走 因為如果你沒有往前走的話 誰也幫不了你 即便病況不斷復發 他一次又一次勇敢面對 一路這樣走過來 可是除了住院的時間 在平常的時候 都是非常認真的來過生活 美君他是一個很努力不懈的人 他從來不會把疾病當作 他想要偷懶的藉口 美君獲得第24屆 全球熱愛生命獎章 往後他仍會繼續彈琴交情 以音樂致謝一路相陪的親友 以音符傳遞正向的力量 大愛新聞學員您 陳立偉 高雄報導 為了幫助史瓦蒂尼 在婦女生產以及嬰兒保健方面 有更好的照護能力 花蓮慈濟醫院這一次 為五位史瓦蒂尼的住產室 安排培訓 RHG 醫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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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你來的 飛越一萬一千一百公里 五位史瓦蒂尼的住產師 克服疫情遠道而來 學習住產學的專業技術 我們真的需要更改善 所以來臺灣 會給我們更多的機會 去回家 所以我們可以 照顧自己的健康 使瓦蒂尼當地的產婦 產前產檢不到四次 理想值為十五次 而且新生兒的死亡率 將近是臺灣的四倍 會使用超音波檢查的住產師 也僅有個位數 不要小看那個都是護士 可是他們的工作 是等於我們這裡的 住院醫師 集幹生的主治醫師等級 因為他們那個國家 全部自然生產都是護士生 不是醫生生 十五週的課程裡 著重在學習找出高風險產婦 辨別緊急狀況及嬰兒急救 提升史瓦蒂尼的臨床照護知識 大愛新聞 何宇懷 劉洪志 華聯報道 慈濟菲律賓分會的照顧戶當中 有一位百歲人瑞索柯羅 他沒有結婚 但是有親戚和志工們 一起為他慶祝 人道 禮 野道 這份長情已經延續十二年 謝謝家庭 謝謝家庭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你們 我們要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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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更開心 因為我會更開心 因為我會更開心 現在的天氣 因為我們沒有想到 我們會不會去 我們會不去 祝你 可以嗎 可以我來 可以 白內仗的雙眼 其中一眼 2016年在慈悸手术成功 看着吃着慈悸志工特别定制的蛋糕 索克罗在亲戚晚辈们的祝福当中 欢度100岁生日 大安新闻亚关 菲律宾报道 本土疫情昨天新增了82363例 有42人病逝 指挥中心表示全民快筛及确诊 这个政策目前正在规划动线 另外5到11岁BNT疫苗 今天会准时开打 北市疫苗预约平台 点开辉瑞儿童页面往下滑 所有医疗运所都写额满 而且是开放后一小时全部抢光 各位家长不用担心 这个辉瑞儿童疫苗量是够的 那最早的就是在明天开始 根据学校的安排 或自己选择到合约院所去打 5月25号开放施打 但各县市稍有不同 校园部分只有8县市准时开跑 另外11县市陆续安排在5月底 嘉义苗栗则是6月1号 至于云林金门因为还在调查或挺客中 还没决定 更多海童获得疫苗保护力后 全民确诊标准也要由PCR改为快篩 来加快投药速度 指挥中心预估最快星期四实施 本来做PCR的时间比这个开药 诊断的时间要来的短 那怎么样规划这相关的动线 那目标就是快篩羊的人 到了这个以前的这个拆检站 那像我们等于是一个三合一站 到那里之后 那就可以先诊断 然后确诊 那就需要就拿药 到时候包含抗病毒口服药 也可以在三合一站领取 而预期快篩及确诊上路后 因为少了一道PCR判定 确诊数将会再上升 指挥官陈时中也认为 目前虽然持平在8万例左右 但未来单日染疫人数 一定还会增加 大家新闻聆听李明华台北报道 天气小丁 你要告诉您 今天一样是受到封面的影响 所以降雨机会相当高 要提醒您的是在山区 因为土石比较松软 所以行车要注意落石 我们提供给您详细的温度预测 今天北部地区 22到26度 降雨机会60到70 陶珠苗地区 今天23到27度 降雨机会60% 台中彰化南投地区 26到30度 降雨机会50到70 云珈南地区 今天27到29度 降雨机会40%到70 高雄 屏东 恒春 半岛 今天26到30度 降雨机会40%到70 一辆花莲 台东 今天25到28度 降雨机会20%到90 外岛地区 今天18到26度 降雨机会30%到90 以上就是今天大爱早安新闻 画面最后带你来看到纽约 有一个特殊的展览 很多球鞋迷都非常的喜欢 感谢收看 祝你平安